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说他的儿子15岁的生日 然后我在想说这个可能比较像是真的伊朗吧 因为有很多别的伊朗都是跟你讲 你中了新车啊什么什么 叫你付200块500块运费他要把新车送给你 那个叫你付钱的都是假的OK 所以像这个跟你聊天说他的儿子15岁的生日什么 这个还有点可能像是真的 但是我还不知道不确定要小心 也有林书好假的林书好 假的周杰伦一大堆 最多假的周杰伦 我遇上稍几百个吧 然后就是要骗钱了 所以很要小心 大家要小心 就是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昨天就在想说 昨天晚上就在想说 哎呀是不是给神骗了 我也知道神没有可能没有骗我啦 只是时间还没有到神就说你去读 以前嘛神就说你去读法学院 神就给你新的跑车开 还是不同的颜色 还有跑车开 还有还有别宿住 然后我跟神讲说 你看吧你跟我讲 有什么跑车开 我现在连车都没有 还说什么跑车 神还说还有很多新款的跑车给你开 不同颜色 还有飞机让你坐 还有豪宅让你住 我说一样都没有 一样都看不到 然后我就 神就说 要买车就要买红色的车嘛 我就说 自己也没有什么钱 根本都没有钱 还买什么车 连一辆什么破车都没有 但是我就想说 去找伊朗 可能他有办法帮我弄一辆车是吧 如果他想要的话 如果他想的话 可以的话 还有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有的 你们有的可能跟别人很不一样 好像神跟我讲说 神就是跟我做不一样 神就是做我是一只老鹰嘛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小鸟 小鸟他们是 老鹰是可以飞得很高 然后看很远 而且看事情就是看得很透彻 所以为什么很多案件 人家不知道杀人凶手是谁 我一看就看得出来 他们省了十几年 还省错案 我一看就知道 谁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就是神有些人你是特别有 就是你看事情的方式是跟人不一样 可能会遭受人家的绩效或排斥 但是我是要鼓励大家说 不要灰心 像我们为赖妈妈争取正义 可能也会遭到人家的霸凌 像你看许丽丝和高法医 被人这样子 就是被官方这些人霸凌 然后下代叔叔是 找了官方媒体 赖阿嬷他们去欺负赖妈妈 就是霸凌他们 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就是整他们就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 我们是大老鹰 也会招别的小鸟 整说你这个长得很奇怪的 长得很奇怪 思想很奇怪的 你是被人家骂是神经病 是不是 我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过程是这样 但是神说 因为我是比较 神是做我是比较特别的 我是一个很特别 但是也是很美丽的花朵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我刚刚看到一个经节 以赛亚书43章19节 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我现在真的很需要神开路 因为我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 偶尔做一些翻译 就是做很少的事情 这样我需要神再开门 所以我就奉耶稣基督 我就宣告神要做一件新事 在我们身上 神要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就宣告 因为神叫我们宣告是很重要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宣告 神要做一件新事在我们身上 神要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所以我祈祷神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今天都要为我们开路 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宣告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